摇摇天际,淡淡雷鸣之声忽然响起黑影陡然浮现,行击两道身影便如遭重击一般身形一颤,面色瞬间煞白,一口英红鲜血喷浆而出,而两者身形也如同那断车的小鸟在下方城市中无数惊骇目光注视当中,无力地从天空坠落而下。 两道身体携带着尖锐的进风静止落入城中,最后如炮弹一般狠狠地砸在了街道之上,顿时狂猛的力量如潮水一般席卷而出,庞大的深坑带着巨大的裂缝,从那身体落地之处迅速蔓延,最后在这座城市当中形成了一道颇为显眼的深坑。 灰尘自深坑当中飘散而出,最后在清风吹拂之下尽数消散,而其中两道狼狈的身影也缓缓地出现在了大家的视线中。 深坑当中啊,云多与云霎如尸体般躺于其中,衣服破烂,面色煞白,阴红的血迹在胸前扩散而开。 云们雄魂的气息也在此刻细弱油丝,先前硝烟的那一击如雷霆一般的重击,已经令他们彻底地进入到了重伤,甚至濒临死亡的状态。 深坑当中的两个人,使劲地瞪大了眼睛,视线死死地盯着天空上的背负重齿,面色默然的黑袍青年。 嘴唇如动,似乎想说点什么,可是喉咙处涌出来的甜意,却令心血从他们嘴中溢出,把话活活地给咽了下去。 心血从嘴角流下,两个人那瞪大的眼睛之内,神采与身机是迅速流逝,片刻双眼逐渐化为灰色,细弱油丝的气息也是彻底的泯灭了。 随着两个人气息的泯灭,这两位在云蓝宗内拥有不低地位的两位窦黄强者,便在这满城目光注视之下,以一种极为狼狈的姿态,毫无意外地陨落身亡了。 无数道目光,正正地望了那几乎占据了整整一条街道的巨大的深坑。 在这一刻,几乎所有人的思想都瞬间停滞了下来。 这死亡在他们面前的不是什么窦灵,也不是什么窦王,而是两名货真价实的窦黄强者。 这种阶别的强者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几乎是可以仰望的存在。 无数人为了这个地步而废寝忘食的奋斗与修炼着,但能够从中脱颖而出并且到达这个阶别的人,依然只是少数中的少数。 在很多人的感官当中,到了这个地步的强者无一不是拥有着呼风唤雨的本领。 然而今天呢,那在他们眼中拥有着这样神奇本领的巫匹的强者,就在这看似在二十岁青年的手中如此狼狈地陨落了。 这略微有些残忍的现实的一幕,直接令许多人心中对窦黄强者近乎无敌的想法彻底地破裂了。 不过,不管怎么样,或许众人日后会逐渐忘记今日陨落的两位窦黄强者的名字。 不过,那天空上震动着华丽的碧绿火翼名叫萧炎的青年,将会在他们的脑海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与记忆。 而且从今天开始,这个在加玛帝国沉寂了三年的名字,将再度迸发出比当年更加耀眼于璀璨的光芒。 而且,这股光芒无人能挡。 黄城之内的高塔上,在云渡二人气息消散的那一刹那,一直背负双手的嘉行天,也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这个小子果然不再是当年那个青涩的少年了呀。 短短不到一个小时之内,心后有着至少四名窦王,两名窦黄强者陨落于萧炎之手。 这般丝毫不留情的狠辣的手段,即使是以嘉行天,这老谋深算的老狐狸,也是在暗中吸一口凉气。 心中逐渐地明白,如今的萧炎啊,比起三年之前,恐怕要更加地让人难以应付了。 云兰宗剿灭萧姐,而萧炎又斩杀了如此之多的云兰宗长老以及众多弟子。 这般恩怨,已经没有了哪怕一丝一毫的可调节性,日后这迦马帝国看来要更加地混乱了呀。 嘉行天皱了皱眉,叹了口气啊,他也未曾想到,萧炎此次回来竟然还带回了如此之多的强者。 看他先前出现的那般庞大的阵容,恐怕他并不会逊色于云兰宗啊。 原本加玛帝国的形式是称一虎多狼之士,而那一虎自然就是极为强横的云兰宗。 多狼呢,则是三大家族以及一些稍强的势力。 可是如今萧炎的归来,则令这片地狱再度多出了一头凶猛程度,不逊色于云兰宗的复仇之祸。 所以一山不容二虎,更何况萧炎与云兰宗本就有着几种的血仇。 这两者呀,更是不可能并存。 两者之间,必然会有一方被彻底的毁灭,那才会罢休。 而不管双方谁被毁灭,这加玛帝国都会陷入一阵腥风血雨的混乱当中,任谁也是逃不掉的呀。 哎呀,看来得联络一下纳兰家族,穆家云烈要施工会了。 既然萧炎已经归来,那么与云兰宗的决战也就并不远了,而这之中站错队的话,恐怕就更麻烦了呀。 苦笑着摇摇头,嘉行天缓缓走下了高塔。 云都云上,两位窦黄强者气息的消散,在其他几座地方自然也是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如此等级的强者,就算说是放于三大家族之中,也是最为顶尖的存在了。 甚至在纳兰家与穆家之中,连一名窦黄强者都不曾拥有。 因此当他们在亲眼看到了两名窦黄强者在摇摇天空上,那黑袍青年手中陨落的时候,内心呢,是何等的震动与惊骇。 而在惊骇之后,他们也是与嘉行天一般,略微的有些忧虑了起来。 如今这形势,消炎必然已经和米特尔家族联合在了一起,日后若真是打败了云兰宗,那么米特尔家族所获得的好处,恐怕将会立刻将其他两大家族甩得远远的。 所以此刻的他们呢,不管是自愿还是强迫,也是必须开始思量起这之中的利得失了。 如今的局面,当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在消炎与乱充的强猛对碰当中,帝国之内的这些大势力,怕是也难以逃脱波及啊。 因此,如今他们所需要思考的,便是究竟站在哪一方的阵营之中? 天空之上,消炎自然是不知道因为他将云兰宗中长老击杀后,令帝都之内的那些势力有着何等的影响。 他现在唯一知道的,便是任何云兰宗的人皆是可杀之人,如今的他呀,已经不是那个刚出门历练的少年。 这些年当中,其手上所沾染的鲜血并不少了,杀人并不会令他会有任何一种忐忑。 而且这些人在他眼中,也根本就没有丝毫怜悯的资格。 目光缓缓在下方这所庞大的城市中走过,旋径在几个地方啊,淡淡的停留了一下。 而那些地方的人,在发现他的目光所望之后,心脏也忍不住地跳了跳,然后有些不太自然地移开了视线。 能够让硝烟目光停留之地,自然便是城中的皇城,林药师公会,穆家以及纳兰家族。 收回了目光,硝烟对着不远处的林妍等众人挥了挥手。 旋即呢便转身,望着的目光还停在下方深坑两道尸体之上的海波东。 海老,抱歉了,刚才没忍住,抢了你的对手啊。 海老呢却苦笑着摇摇头,心中颇有余悸啊。 先前在硝烟出手的时候,连他呢都只能隐约地看见一道银色光芒闪略。 再然后便看到双方在电光火石之间揪手十几个回合。 拼过时间,两名先前还活蹦乱跳的窦黄强者便重伤陨落,这速度即便是他都心中犯害啊。 海老,这三年多谢了。 硝烟望着后者那苍老代孝的面庞轻声说道, 我说你这个小子呀,离开了三年怎么突然变得婆婆妈妈的了呀。 望着一脸笑容的海老硝烟一声轻笑, 手指追上的幽海纳戒光芒一闪, 一个透明的玉瓶闪现而出。 玉瓶中,一枚深紫色的浑原丹药正安静地散发着一股诱人的光泽。 看到了这枚丹药,海老一愣, 喏,海老,这是我当年答应给您老的报酬, 它能够让您恢复当年的巅峰实力, 不过请见谅,这枚丹药啊,我拖了三年了呀。 巡浮天空的身形抖然僵硬, 好半日上一股激动之色迅速弥漫了海波东的脸庞。 好,这一天,我还也等了三年了, 亏你这小子,还记得呀。